我們可以接續剛剛繼續聊 等一下對不起我剛剛斷在哪裡 對不起是上個禮拜斷在哪裡 不用這麼刻意啦 是高平人耶 剛剛被我斷在哪裡 歡迎來到桌遊辦飯 我們一起來聊桌上遊戲 菜鳥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去品味 就是這些遊戲的設計師的思維 遊戲的機制 想要帶給你什麼樣的一個感覺 是你在玩桌遊的什麼樣階段中 大概就是兩年前我開始接粉絲團 因為我做了一件很不要命的事就評論嘛 其實評論遊戲這件事其實是很危險的 真的會有難罵的嗎 會會 而且你們的反甘不是說什麼 我為什麼這麼常上靠背桌遊 還有什麼比較惡劣的反應 我們想說這一集播出之後 我們就會不會也上靠背桌遊 一定會啦 我來切入這個東西 在菜鳥之前就是開始做評論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有一個活動 我跟菜鳥就有見到面 然後菜鳥那時候人就很好 他那時候你就有說要幫我推 我說我那時候在做一個做超速記 就是專門在錄規則的 那時候有幫我推薦這樣子 但從那個時代到現在 其實我覺得有了很大的一個階段性的轉變 我其實我自己是看不出來就是 是什麼讓你從 你之前有說你為什麼不能球員兼玩家 對球員兼裁判 球員兼裁判 我就覺得你根本現在已經就是在做球了 在製造球了 在做場地了這樣子 其實我很想知道就是這個你的這個動機 先回答那個承恩的問題 就是因為我開始做評論 你會有你的主觀喜好 你會批評一些遊戲 而且我以前的批評可能更那個 比如說像我覺得根本夜市人生就不好玩 就很糟糕的遊戲 因為為什麼呢 我是有證據的 我跟我兩個小孩玩 我們三人局 我第一次玩到一個遊戲 玩兩次都還沒輪到我遊戲就結束了 然後人家就贏了 好好奇喔 然後但你要知道 這遊戲在台灣桌遊店是常銷榜 賣得非常好 因為大家就幾乎買了插畫嘛 就是買那個夜市元素嘛 沒有人在意遊戲好不好玩 其實我一直覺得沒有人在意遊戲好不好玩 其實對桌遊玩家是一種恥辱 感覺好像我們錢花在這種地方是 就是有問題 然後當我要推你遊戲的時候 你再跟我說桌遊不好玩 我其實當初寫評論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我不想讓這種遊戲 會變成大家認為說 喔原來好遊戲要這樣 所以我開始為批評一些遊戲 但是接下來就很多遊戲 會跟玩家的價值觀是有衝突的 我印象最深刻 第一次很嚴重的衝突 是一個遊戲叫做那個羅賓漢 俠盜羅賓漢 可能你們都沒有玩過 它是一個半合作的遊戲 就在國外叫co-op Semi-co-op 那種就是 有叛徒的合作 對有叛徒的 然後要合作間要對抗的 那我把那遊戲評的英文不止 就是類似寫成說 就跟你們評德芬沙拉超級 我才跟早上同一條路 我們德芬沙拉趕評就是因為 他已經有很大的名聲了 但你要知道 我那個時候評 我面臨一些很妙的狀況 第一個那是一個KS大作 第二個台灣很多玩家back 第三個很多玩家還來不及玩 就被我打到地獄去了 連賣都來不及賣 直接二手架直接砍 不是二手架 直接跳水啊 就是兩三千遊戲 那一陣子到就是最誇張的時候 在跳腳八百都沒人要 好像代表你的影響力超大 這是機制不可嗎 還是 不是就是 我那時候批評他幾個要領 就是他的編輯做得很差 符號很糟糕 所以說明是 UI很差 對UI很差 然後第二個是 在那個遊戲裡面 只要一個玩家 隨便亂做一點事 整場就毀了 所有玩家都毀了 遊戲體驗直接被撤毀 而且是就賠玩 真的就會變成賠玩 而且是 你已經知道不會贏了 而且是全場都要輸掉了 這樣 最討厭的 所以他的CM Coop 是像CO2一樣 就是有可能會到大家一起輸 那種 那再來就是 那個遊戲又套了一個 很嚴謹的歐式計分框架 然後你就覺得很荒妙啊 你弄成那樣的 然後你還弄成很嚴謹的計分 你是到底要逼玩家幹嘛 但我因為做了這件事 可能很多玩家會跳出來 他有反面意見嘛 他就會覺得說 我覺得做得很好啊 射箭很好玩啊 把人鞋持人家怎樣很好玩 所以他是為了自己的價格 defense 還是為了自己的價值 defense 我不能回答這個問題 可能都有可能 我說實話 其實他真的有可能說實話 就是人家就是喜歡玩那個點 可能人家真的就喜歡玩那個點 但心有不甘的評論家 他可能會覺得 啊幹就是分 game 你幹嘛 defense自己之類 就是怕你的遊戲跳水這樣子 然後那是第一次 我跟部分的玩家 有這種價值觀上的衝突 那我就意識到說 原來評論遊戲是很艱辛的一條路 你有很有可能毀掉 很多玩家心目中的神 game 他覺得是神 game 我認為我們現在還可以走 也是因為我們有四個人 在衝淡這個單一性 就我們四個人本身就有衝突了 其實沒有我要為你們節目製造爆點 因為那個高爾等下可能用這段當個遊戲概念 你們沒被罵是因為你們還不夠紅 只要你們紅了還在罵遊戲你們一定會 因為國外所有reviewer都這樣 你會發現國外越紅的reviewer越不罵遊戲 現在台灣就是在國外 像有一個頻道叫watch it play 你知道嗎 你去看那個頻道 他從來沒罵過任何一款遊戲 一款都沒罵過 可是我覺得Tom Vessel就有時候會罵 對 算他有時候觀點有點奇怪 但是他還是會罵遊戲 所以Tom Vessel你不覺得Dice Tower 如果你去看Dice Tower的歷史 你會發覺他做到那個時間 卻只有那個流量是不太正常 而且他的影片單支流量明顯落差非常大 他是有從上是嗎 就是Dice Tower賣的就是Tom Vessel這個 對 人 不是賣那個遊戲評論中肯這件事情 然後第三個大家很熟的Rot of Runs rule 就是你也知道這個大叔 他可能會對遊戲有維持 但你也很少看他批評遊戲 那他早期會批喔 現在都不批了 我一開始以為遊戲評論會傷害自己的點 是傷害到代理傷 但我沒想到玩家的影響力這麼大 玩家會覺得自己心裡受傷 你怎麼可以把我這麼喜歡的遊戲評論 這個遊戲又不是你的信仰 就像上次阿媽媽的被罵人這樣 其實我也覺得還好 因為我買了款遊戲 但是我覺得還好 因為他們入侵很深啊 就舉個例子 譬如說如果你今天假設有一個玩家 很有種的出來說Dominion是Fan Game 我上次就是類似這樣還是這樣的話 然後這個人就 你說什麼 我覺得Dominion我就是 玩不出個什麼 你是說Seasons代入感很差 他說Dominion 我跟你講在台灣你只要講農家樂 或神秘大的意思Fan Game 你這輩子大概就毀了吧 這樣你會哄嗎 直接被砍死 有啊現在很多評論家了不起都講說 我不能一直玩農家樂 為什麼台灣玩家要一直玩農家樂 我不懂這樣子 有一次就是好像在中部某個社群 我也是講了這樣一段話 然後就被某設計師告誡說 你這話只能在這裡講 不要出去講 然後我說我講什麼 他們就講農家樂 因為他們不是固定農團嗎 然後因為都是很熟很熟的人 我就口無遮攔 農家樂有什麼好玩 不就是一個排輪抽完就結束的遊戲嗎 我其實會去想要探討 這個他們的有效體驗的點是什麼 就是聖父本身嗎 因為如果是路線 剛剛有講說 如果農家樂真的就是 路線跟他們都很老手了 可能有類似奇譜的東西 就已經定時了嗎 那他體驗的核心是什麼 他還是很愛 所以我立刻就被那個設計師糾正 他說也沒那麼誇張啦 還有大家就是做公白會算錯的時間 做錯 做錯 比誰做錯的事比較多 精算的精準度 對 就比誰犯錯 其實神秘大帝也是啊 其實神秘大帝嚴格來說 是一個抽象棋遊戲 是 完全抽象棋 而且靈運氣 只要是靈運氣 又就是棋類遊戲 基本上就是在比誰犯的錯多 神秘大帝是分開 剛剛不是桌遊菜你要講的 剛剛是高的 剛剛是高的 沒有沒有 我們在那個BGG100Sucks 就已經批評過神秘大帝了 沒有沒有沒有 那我個人 那我會覺得 有的人會覺得抽象棋 你搞那麼多花招幹嘛 你真的要抽象棋玩到頂尖 你去玩圍棋啊 就沒有任何一個抽象棋的複雜度 比得上圍棋這樣 但你看這句話說出來 是不是就被神秘大帝玩家鄙視 那我後來得到一個結論 其實這些玩家 在神秘大帝跟農家樂裡面 得到很強大的成就感 一定是這樣的 對 然後在他心中 那個遊戲占到一個地位 我可以打一個比喻 大家可以瞬間了解 就是你的女朋友成為你的老婆 而且是終生的自愛 然後你眼中只有他最美的那一面 突然間好有說服力喔 對 然後這個時候有人來說 你老婆是什麼東西 你懂嗎 這是個性感 我要把這一段獨立剪出來 然後當有人在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就要把它放出來 對 那你一定會說 難道你不知道你老婆腳瘸了嗎 你難道不覺得就是他的臉上有雀斑嗎 然後他才會定睛一看 誰跟你雀斑 那個是化妝的顏色彩 你看不出來之類 因為對他們來說 那個那麼強大的成就感來源 是他花了很多時間心力的 去練習的 他會說你感受不到 是你根本就沒有這個投注啊 你沒有用心感受 是是是 他們最常講的一句話是你打一千場了沒 真的 真的 我又被這樣嗆過 有農家樂玩家有嗆我說你打一千場嗎 我打了一千場 那你有資格評這遊戲嗎 一龍會龍 所以後來我為什麼會有一個簡單的轉型 就是像成本講到的就是 我開始去研究機制跟主題 是因為我想用另外一個方向切入去評論遊戲 更多客觀的 對所以有的時候我在玩遊戲很多時候是 不斷的去思考說為什麼設計師要這樣做 幫他找理由幫他找想原因 然後希望能夠有機會去切合他到底想要為什麼做這款遊戲 可是當我近期努力還是切合不到的時候 我就會說那真的是不好玩 就是幫自己有更多說服的空間 但其實我有時候我也會同意高爾說的 就是玩遊戲的那個體驗 其實是很重要的 就是很現實 應該說現實 有時候真的就 我就體驗不到 我們這樣太主觀會不會很危險 管他什麼危不危險 沒有沒有主觀才會紅 我最早的流量就是主觀出來的 然後就會有一批始終的粉絲 因為喜歡你的真誠 對喜歡你講的有道理 譬如說現在就有越來越多人說 做的菜鳥越來越假 然後你講你都開始不賣遊戲 然後明明是Fan Games 譬如說那個Winsband展翰 我想奮到極限 你為什麼會說是神Game 我覺得還好吧可以吧 Winsband沒有這麼奮啦 但你知道國外有一陣子review的頻道 比較小的review都以罵Winsband為榮 清流我清流我高尚 就是一個亂抽牌賭運氣 看有沒有辦法扣到神牌 然後做combo遊戲 你們為什麼會把他講得這麼神 然後為什麼可以拿BGG這麼多講 到底是瞎了還怎樣 他們會這樣講真的啊 很多你就在YouTube打Winsband Suck Winsband Suck 所以我最後就覺得啊 其實這些看著你評論的玩家或者是粉絲 其實最終是在欣賞的表演 然後我覺得我們做評論的一個最大的成就感 其實是把這些人帶進他本來沒那麼沉迷作友 然後我們讓他們沉迷了 讓他們真的喜歡這東西 那至少我覺得我做這個粉絲團兩年來 這個目標沒有走遍 真的是有很多人是因為被我的影響力波及 然後就進來這個圈子然後真的玩 然後我也鼓勵他們噴啊 比如說像海灣船長我覺得沒那麼分 但很多玩家只要一出來說分我還是會出來說 我覺得OK啦沒有那麼分之類 結果我覺得這種對話很好 所以蔡鳥說接下來有個轉型 就是我不太想那麼頻繁的寫遊戲 原因是因為我過去兩年來粉絲團堅持每天更新 對啊超強的超級強 每天一篇 我要說死話 有一天那個冠亭就跟我說 欸我牆上全部都是蔡鳥的文 而且每次冠亭買了什麼新遊戲 然後蔡鳥隔天就會PO那天文章 要不然就上youtube 有一天冠亭說我們來講阿媽媽特 然後蔡鳥就上阿媽媽特youtube 然後我們買了什麼貓絲三辣 然後蔡鳥就發貓絲三辣 冠亭你是不是跟風啊 重點是遊戲中他買的 我就說我就上那個靠北桌 我就是那個蔡鳥跟班 那個什麼飯的 超強超強 就是因為我那個時候是 為什麼我要每天一篇其實是 做社群的人告訴我的 他就說這就像你開雜貨店 其實我爸爸以前是做雜貨店生意的 然後我們以前我們家很可憐 就是沒有假期六日都要開店嘛 開店就叫六日 我們甚至連過年除夕吃完除夕飯 都還會回去開店 我那時候小時候就完全不能理解 為什麼要這麼辛苦的開店 我爸就講了一句話 影響我一輩子 他就說我們做這種生意就是 你要客人不管什麼時候要找你 你都在 堅持 對那社群也是 就是人 就是粉絲團的粉絲 隨時想要看遊戲的文章 然後想要來看你 你一直都在 你一直有新東西給他們看 那對他們來說 就算你寫的不怎麼樣 他們還是會維持一定的熱度 那但是這件事情 真的花了我蠻多時間的 過去兩年你看算一算 就七八百天 每天都背負一個壓力 說我要產出200次 而且你又有自己本身的那個 對其實這是我的兼職 就我有正職 所以一來花掉我大量玩遊戲的時間 我其實想玩更多的遊戲 這才是我的初衷 所以我們剛剛每次問菜鳥說 欸這遊戲你有玩過嗎 我沒有 但是我有 但是我沒有玩 苦衷啊 這真的 真的不是普通的痛苦 你知道就是那遊戲可能很好玩 但你就玩不到 這就要講到我真的促使我轉變的第二件事 職業傷害 雖然他是我的兼職 但是職業傷害 因為你做評論 你很想玩到一個遊戲 你就覺得這是糞 game 好啦我就放了標本 但你又要去 不行 我要再玩兩次三次 確實 確保他真的是個糞 game 然後就成為一種職業傷害是 欸他媽好遊戲 我玩不了兩場 然後糞 game玩了十幾場 不行欸他難道 我是不是還缺了什麼 好我再玩一場 我怕我寫下去說 這遊戲是糞 game 然後有人出來打你臉這樣 所以 我說實話 我2019年年尾到2020年年初 我最討厭的就是 其實你去看我粉絲團 被我評不好玩的遊戲 是我玩最多的遊戲 你就是想要對那個遊戲負責 對就是 我不想要只玩一場 我寧願評錯 就是評錯他是好遊戲喔 寧願評一場 我就覺得神更超好玩 比如說像The Mind 對神更 因為這樣不會傷害到 不會傷害到任何人 頂多就被罵說你不懂遊戲 不懂又沒關係 這也好玩 對很多人都不懂啊 又不差我 然後但是 你如果今天要把一個遊戲 就是批評 比如說什麼夜市人生 這樣又要被罵了 我們應該不會被告吧 不會不會我陪你 那像夜市人生這樣的遊戲 你就會覺得說 我要多玩幾場 我才能真的去告訴你說 我真的覺得他不行在哪裡 那我已經厭倦這件事了 我覺得那時候 你在分享的時候 你就有講說 我是真誠的在幫你在改進 當然我是批評你 你或許受到傷害 但是也會已經盡我所能 來幫助 公道的來提出問題 讓大家都一起提升 我覺得那件事情 我竟然很深刻 所以因為這樣的原因 我明年想要做轉變就是 我可能不會再那麼頻繁的做更新 就是我不想要做廣度了啦 那我希望開始玩到我喜歡的遊戲 我想做深一點 比如說這款遊戲 比如說好布瑞斯 我很喜歡 像我現在就很後悔 我應該當年寫布瑞斯的時候 不是只有這樣一兩篇 布瑞斯應該是一個可以寫十篇文章的遊戲 超深度 對 就要把它做深 甚至跟大家討論 為什麼酒桶那麼重要 啤酒在那個年代為什麼那麼重要 它是有文化背景的 煤礦的發展 還有為什麼它要分成海運跟陸運 鐵路到底對歐洲 運河時代 鐵路到底對歐洲帶來什麼影響這樣等等 就是我覺得那才是我最終想做的事 所以我想要寫生 然後再來就是 我一直上靠背桌的是人家一直覺得我商業化 那商業化就牽扯兩個議題 一個是我做的出版 另外一個是我開始做出版社的業配 我先講出版社業配 出版社業配 其實是我想要減少寫文章量的 因為我有一陣子收出版社遊戲 出到我都不知道怎麼辦 你收太多了 對就一直寄來 你可以寄給我們 因為我是 我真的 我真的做了兩年 兩年喔 就是都沒有收過任何出版社的錢 一直到上一次我的YouTube影片 有人就是贊助 那才是我第一次正式收錢 而且我還開發票 因為我有成立我自己個人工作室的公司 我還開發票給人家 也因為這樣可能後來有一些影響力 出版社會一直塞遊戲給你 可是有些遊戲就是你知道拿錢 你要我要對這個東西負責 然後你不想再做這件事了 所以你就只好用價錢立一個門檻 那你可以塞掉很多人 然後再來就是 那有人就說 那是不是遊戲不好送錢給你 你就會把它平好 我說沒有啊從來沒有這回事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最近有一個遊戲就是巴黎 他們是有付錢的 然後他們希望我做開箱跟借說 就是我有一個系列節目叫玩耍音響說明 其實這遊戲在我的評論裡面 我只給了通過 是喔 其實我們還蠻期待那個遊戲的 因為我們還沒有過 也不要這樣啦 好像我給通過是個分隔 沒有我給通過 其實就是我覺得它是一個OK的遊戲 但是我在玩耍音響裡面 有特別講這件事 而且這件事情其實2plus有沒有付錢給我 我說都是會講的 我就在講說這兩個設計師做過那麼多遊戲 Paris是比較有新意的 而且我還拿出證據 我說他們最近三年做了什麼 那個黑色大門 那兩隊就是老Wolfgang跟Michael Cassidy 他們做的遊戲都是點對點移動 區域控制 然後資源轉換換分 然後都這樣 已經大概三四年 就是一些經典的機制在跑這樣 所以我那個評論一開口 就說他們做終於不一樣的遊戲 Paris終於是不一樣的遊戲了 你會感覺有新意 然後再來是那個遊戲的錢非常窘迫 是他的特色 我就會開始講這些 但我並不會因為這樣改變我的標章 我甚至錄完之後 我還給出版社看 我說我知道你們有付錢 但你們要看一下我的評論 你們會不會覺得說不能接受 我給他們選擇是 如果他們接受 他們願意付錢 那我就上字幕 那如果他們不願意接受 不願意付錢 我還是要上 因為那是你的創作 對我上影片 但我就不上字幕了 因為沒有乾爹啊 沒有乾爹我找不到剪片的人 幫我上字幕的 那都是要錢的 好所以這就提到商業氣息的問題 我為什麼後來也做這件出版 代理出版這件事情 其實是因為我認識到一件事 像你們做做有辦法 或像台灣過去寫作有部落客那麼多 你有沒有發現沒有一個稱超過五年 要活下去 要活下去 你還要有動力一直在做這件事情 像你們現在沒有老婆沒有小孩時間很多 還有時間花八個小時 十個小時來剪這個片 你知道我在這個圈子 是看過太多結了婚生的小孩 就人間蒸發的 對真的一定是這樣 那如果你沒有在這個事業裡面 得到正常的商業回饋 你是活不下去的 哪天所以我最早想到的事情 就是那我代理一些沒有人做的遊戲 就可能這遊戲就是沒有人想要代理 那我來代理看看 那我來做一些代理 那後來等我做代理之後才發現 這個錢就很難賺 還不如做配件 你知道我做的整個出版社業務裡面 最好利潤的不是桌遊 桌遊真的要用髒話來形容 就是不是他媽的好賺 真的是他媽的難賺 非常難賺 這個就可以如果可以另開開一集 桌遊到底有多難賺 但是我的那個骰塔跟牌架 才是真的給我帶來利潤的東西 可是重測遊戲真的在台灣非常的難賣 非常難賣 我可以直接分享數字 一個重測遊戲在台灣上市的三個月可以賣300套 是什麼程度呢 就是你們現在看得到的主流 台灣所有媒體跟所有玩家都會討論的程度 就只有300套 超級少的 你說整個重測的市場 就是300 總量就是300 我可以告訴你們 像台灣一線的桌遊公司 比如說像GoKiss 這麼大的公司 三月之王這樣的遊戲都不敢引進超過300套 他們會覺得賣不完 而且三月之王說真的也不是非常中毒 他們會覺得賣不完 然後 然後像 隨便有幾個你們喜歡的遊戲好了 比如說像 抬頭一望 像你們有沒有覺得什麼遊戲很好玩的 歐式遊戲 在台灣BRAX BRAX 最近就是 BRAX在台灣上上禮拜買了 不到400 天啊 可以理解 不到400套喔 BRAX 那瑪雅立法呢 瑪雅立法啊 代理商引進800套 賣了幾年 就你看他從遊戲 中文版那一年賣到現在 他的庫存裡面還有快100套 這麼久欸 對超久 而且多少人寫這個遊戲 多少人推廣這個遊戲 可是像那些大代理商最後都會 帶很多家庭遊戲 更不用說GoKid本來就是 賣玩具出身 像迷生 這樣他只帶重測 迷生就是我每次都笑他啊 我就說你到底是 就是錢太多還是怎樣 因為我們也很擔心 他出那麼多好遊戲 沒有我都跟他說你死命 我跟迷生就是也算認識也算熟 我都說 我就常常跟他講說 我真的覺得你選遊戲就是好像 就是資金無限 像他當初代理那個西方王國建築師 其實他有來問過我 因為最早這個遊戲引進台灣是我引進的 因為原始出版社是香蕉桌遊 然後他來問我說 他覺得引進有沒有賺頭 我說你要引進幾套 他說代理要500套 我說我如果是你我絕對不會買 因為我跟他說 我覺得台灣會玩這遊戲的玩家 已經快要人手一套了 而且英文版就大家會買 他買英文就不會買中文版 對而且他又不太吃文字 對的確是這樣 這就提到台灣策略遊戲的另外一個現象 為什麼很難賣的原因是因為 在台灣比較有想法或比較有經驗的玩家 很多都自己買英文版了 你像Blades假設沒有英文版的話 他可能在台灣可以賣到1000套 但Blades有很多玩家是有英文版的 對已經在Kistarter直接back了 對對對然後他也不一定要跟你賣 他可能很多玩家是搶快搶新 所以他們就國外自己下單 而且歐式策略很多其實都不吃文字 對 除非你是有卡牌的 對所以結論只有一個就是 為什麼策略遊戲市場難做 因為策略遊戲玩家都太聰明了 就是由自己的管道去直接撈貨了 我覺得之前GoKid有提出一個解法 就是出多國語言版 就是他有很多家庭遊戲是跟國外一起上市 但他裡面有附各種版本的說明書 是是 就開始現在出版社也有這種策略或想法 來做這樣的事情這樣 那所以為什麼我提到商業化這件事 其實我的初衷是這樣 那後來做了以後才發現 他作為我代理也沒有賺多少錢 還要被罵 所以我乾脆就有一單沒一單 我覺得就是 自己真的很喜歡的遊戲沒人做 所以我隨便講個例子 比如說像我代理的那個諾亞星球 其實我有寫出版故事 不是真的我想賺錢 其實是納吉姆推了我 可能他一直念碎碎念說 這個KS遊戲沒有人代理很那個 我記得他那時候上KS好像沒有賣很好吧 沒有沒有 他那時候極致沒有賣很好 但我覺得那個遊戲有吸引到一點 我就做了 那像我現在在做的十二生肖 其實是獨孤衛的作品 台灣所有出版社都沒有人要簽 他是一個家庭遊戲 但我覺得很好玩 所以我簽了 這樣子 對 是因為他太重嗎 他是一個很輕很輕的家庭遊戲 可能很多出版社會有他們自己的考量 比如說他們已經排滿了產品線 他們擠不進來 對 或者是他手上的品項就已經非常多了 他不缺遊戲 對 大概是這樣 所以其實我現在手上真的有在做的代理或出版 都不是因為真的要用賺錢為目的 如果真的要用賺錢為目的 我優先首選狼人殺 真的真的 我當初去搶狼人殺的代理就好 你知道狼人殺在台灣應該賣破有十萬套吧 對啊 對啊 我們曾經反鋼裡面還想列一條就是 狼人殺到底算不算左右之類的 你要贊狼人殺是不是 欸我這邊捍衛狼人殺嗎 這場地場主捍衛狼人殺 狼人殺是所有啊 是 是 就好不好玩啊 就是看你覺得好不好玩的問題 其實我好像講過狼人殺 就是我覺得狼人殺是那種 距離高鐵發車還剩下 45分鐘 我就點11分啦 還好 我覺得就是狼人殺的遊戲是 比較適合很愛談判講話這種 而且狼人殺其實是因為資訊揭露比較少 所以我所謂資訊揭露比較少是機制上的資訊揭露 所以比較考驗玩家的演技 演技 玩家的反應速度 決定了這場遊戲的風格會怎麼樣 對還有勝負 然後他們為了要加快遊戲的速度 所以擬出了很多套路 只有都自己的黑化嘛 對對對 他已經有一個潛規則在了 對 所以你可以說 一場狼人殺遊戲其實不是設計師做出來 是玩家一起完成的 他的魅力其實在這裡 狼人殺的魅力在這裡 但是對我們這種就是 對機制比較沈迷的玩家 我們會更傾向喜歡有機制的Social Detention Game 就是譬如說像揭秘希特勒 或者是像我最近有一個 我也覺得還不錯的是 格林舞會 就是那個 剛出的那個 大概就這樣 所以你看我沒有罵狼人殺 重點是又回來 剛剛是高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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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啊 哪次不通過 不通過 不通過就被罵 其實沒有 10萬人欸 超多 2020年沒通過的遊戲好像也有五六款 我都不好意思講出來 大家自己去收這樣 好我們差不多做個收尾吧 其實還有很多想聊的 可是 沒關係啊以後還有機會 以後從吃飯就開始聊啊 對 我們今天吃飯進來 然後我們一起吃個便當這樣子 菜鳥就拿著麵包一直講一直講 我覺得 等一下吃 都散到空氣裡了 留著待會兒講啊 但是我們是講不完的 真的講不完 對啊 其實你們列的坊 剛剛有很多都很可怕 什麼台灣遊戲都情懷走向你 哇靠滅掉超多出版社 還有什麼台灣用桌遊商賺大錢有機會嗎 這剛剛解釋過 為什麼靠北桌遊這麼喜歡cue你 因為愛你啊 真的真的有影響力 對不是有影響力 如果桌遊辦飯沒有被罵就失敗了 可惡 自己罵自己 我也是很快就被告解了 因為他們就說他們這麼討厭你 還要一直看你的東西 還要知道你講什麼 對啊真的 就是越愛越恨 真的 所以我覺得你們不要害怕罵得分沙拉 我沒有 就是要專注堅持你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我上次去逛新瑞的時候 過2PLUS的他其實有點害怕 他們好像有聽 所以你們的人設以後其實要有一個人是 譬如說那個全體一致通過就是不行的時候 你們要有一個角色出來 死命的從對遊戲裡面炸出一個 對 負責炸價值的 對 然後我捍衛啊我就說 藍絲你是一個偏遠國家的一個金髮小男孩 你就會喜歡這個遊戲 一定要金髮啊 紅髮就不行了 或者是亞洲人 好那我今天就這樣子 感謝太鳥 謝謝 謝謝 好掰掰 好 很開心 應該沒有 10吧 真的跟我講我可以給你一盒 沒有關係 我有舊版的啦 你留著生紙 好一個不會生紙 沒有沒事 好剛好收一下那個 我不知道這個太可怕了 身上穿外套我們要趕車了 我覺得現在桌遊產業之所以還可以就是 產出很多我們覺得不錯的遊戲 就跟那個剛剛冠妮講那個3A Game的過程 有一點類似齁 類似在哪裡就是那個數位遊戲的3A Game 其實開始氾濫是因為遊戲引擎 對 就是像Unity那種東西 它導致大家可以用很速成的方式很快產出一款遊戲 那就不會去想它的內涵 比如說它的劇情啊 它的遊戲性啊 然後大家不是有一陣子在討論一個話題說 為什麼最近這五年好像桌上遊戲 越來越多人會去注意它 然後原因是因為 其實有一陣子我也在想這問題 我就去看說數位遊戲衰敗 不是衰敗啊 就是大量爆發之後 爛作頻發大概是什麼時候 差不多就是桌上遊戲崛起的那一年 真的真的 大概三四年前你去看Steam就知道了 Steam大概就是三四年前 開始這種3A大作猛發 然後每一款那個畫面都可以把你 就是感覺好像是什麼曠世神桌要出發 然後等你下載以後就花了 什麼東西呢 對 但桌友就很不容易 因為三四年前 你要做一款桌友其實是很累的事情 你要找到設計師 你要找人畫 對 然後光畫又是錢 就是每一幅畫都是錢 所以出版社 如果真的沒有覺得遊戲性很好玩 他也不敢出 他也不想出 所以早期的這個桌友的確是 大家玩起來遊戲性會比較 就很多老玩家會提到一件事啊 就是說什麼老遊戲比較好玩 新遊戲好像在玩到那麼多 我覺得倒不是 只是因為以前的遊戲出版量 在沒有那麼高的狀況下 出版社為了要出遊戲 他要背負很大的成本 於是那個遊戲一定要很好玩 他才真的想要出 有點生存者 對就是 他必須要在很低的成本下 確保遊戲賣得出去 可是我覺得最近桌友圈這兩年也是 有一個現象改變的這件事 就是KS 因為KS讓出版社拿到資金更容易了 對 於是又回到 爛作頻發 繼續繼續繼續 其實我覺得不是爛作 就是他們會一直用一些很缺的東西 包裝會更精美 包裝啊 然後或者是那個 一堆模型 一個拍的比一個那個 還要誇張 這樣我們做YouTube比較方便嗎 這就好像以前YouTube有沒有 就是很多工具很少的時候 反而他們紅起來會 會就是真的都是 你覺得有趣的YouTuber 對 比如說像我之前在看一個YouTuber叫 這樣好像業配 但他真的很好笑 就是大蛇丸 然後他就是在你面前吃一碗麵 或吃一個 吃播 他也不是出播 他閱覽率最高的都是他吃東西 然後他吃一個泡麵或吃一碗煮絞飯17分鐘 可以破百萬瀏覽 他真的很可怕 那時候我 其實全部的高中學都在學他的梗 然後我都不懂 對 都不懂好像在哪裡 但是你知道他就很像那個我們兩三年前 或甚至五六年前那個很質樸的歐式遊戲 你就覺得他好像沒什麼 看起來就美術有沒有現在的好啊 然後這個編輯或者是那個賣相也都沒有 也沒有好到你想說你可以花兩三千塊去買 可是他玩起來就有一定的遊戲性 那因為 淬煉的感覺 對因為他們以前的出版社可能成本更更更更局限 他沒辦法花那麼多成本去包裝它 以至於那樣的遊戲還能出 那他可能就是遊戲性真的非常好 所以像現在的 比如說像人麥這樣的遊戲 就越來越不容易見到 對 其實我覺得大家去看我們之前貼的那個影片 就是把BGG排名前十的那個時間軸排出來 就是2000年的前十 就是你可以看每一個都是你可以講出一個 絕對獨特的點 嗯 對但是現在的前百就會讓你覺得 裡面有一些 大從小一點 對 對 對 這也沒有到什麼刺客教條那種會讓你覺得很爛 對 就是會覺得好像沒有很突出 剛才有在講的是 有點像是電玩遊戲這些摔網 然後有點像玩家轉移 對 但我以為是整體遊戲市場又在擴大 你說桌遊市場的擴大嗎 沒有整體大家願意花在遊戲這件事情上面的時間 在擴大這件事情 我覺得在台灣可能有 就的確在台灣會有這種 如果不看所有遊戲只看桌遊 的確是在擴大的 嗯 然後也這個真的是很了不起啊 就是台灣有領頭的幾個出版社 真的花了很大的心思在做這件事情 其實小出版社真的要感謝他們 比如說像星天二寶啊 對 因為他們就會一直辦那個聚會 然後會吸引很多人來玩嘛 然後終於知道說 知道桌遊這個領域 對 那你覺得他是廣 但是有到深嗎 沒有沒有 就是我們之前好像在說桌遊越來越廣了 但是我們其實也不太覺得大家越來越深了 對 對 那就是因為像人脈這樣好的家庭遊戲不夠多啊 嗯 就是呃 雖然變廣了之後 但我後來也其實對於這件事情也是很執著 我希望說呃 能夠廣而且深 但我後來發現真的很難 也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是呃 亞洲人的工時太長 哦 下班時間少 真的 就是留給家人跟朋友的時間就少 這是真的 對 因為像我在德國就去艾森那個時候 常常他們展就是五點就結束啦 嗯 然後那個展結束以後 附近的酒館跟那個呃 旅館的休息室大家都在玩桌遊 那我有時候就會跟在那邊認識朋友交流 好美的畫面 對 然後我就問他們說 你們是只有這個慶典之間才會怎樣 就這個桌遊展這樣 他說沒有啊 平常我們也大概就這個時候下班 下班有時候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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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讚喔 好讚 對 然後再來是因為他們的娛樂的確不多 因為台灣的生活是很方便的 對 選擇太多了 對你夜生活你可以唱KTV 你可以幹嘛 他們沒有啊 他們可能到郊區住 他可能要去休閒他 對 這就是我上次那個 我不是就 我不是舉例 我就說藍師你是一個 偏遠的一個 那個城市的一個金髮小孩 你家裡晚上沒事 你圍在那個爐牆 你可能就會玩他這樣子 我覺得會不會是因為他們社區的連結也比較緊密 就是跟我們解法女大家不熟 然後你要揪人玩桌遊其實是一件成本 有點高的事 比起打開PS4 但我跟他們聊過之後 我發現其實他們還是家庭遊戲比例最高 就是家裡面自己玩遊戲 自己家也不是社群 對 所以其實你看海外桌遊的銷量 我們認知一般的那種很好很好的歐式遊戲 其實在海外的銷量 除非你是很top的 不然其實兩三千套在全球 就已經算一個很好的量了 三千套就已經很好了 那真的不多 真的不多 然後真的知名大作 全球大概一萬套 會到什麼程度 大概就是 你只要玩歐式遊戲玩家 你一定聽過 譬如說馬可波羅 譬如說故宮 或譬如說什麼等等 這種就是 只要到那個刷量你會知道 但有時候你知道這個數字後 你就會像那個 成恩這樣講 他只有一萬套 不多啊 太少了吧 只有兩三千套 但真的就這樣 所以有的時候國外的桌遊市場 也不是我們想像的那樣 就是什麼神Game 然後會在他們那邊很發笑 我真的以為是這樣子 但其實沒有 你以為有到十萬是不是 我真的可能會這樣想像 我以為有到十萬其實 那個能夠到十萬百萬的那種遊戲 都是可能二十年前或三十年前 就已經一直在發的 譬如說像Tiki to Ride 然後你要想如果Tiki to Ride 是二十年前就有這樣一個遊戲 可能當然會大賣 因為可能沒有對手 就是像Guruhaven的Faker 好像也才四千吧 對 那時候去看三四千的 天啊 二不是充 Fro7他已經有一個IP了 就是他已經有他自己的一個 就是品牌知名度了 那是Furo之城 對 那個不一樣 那個是真的 同一個設計師 然後同一個設計師 那是FuroViva 那是FuroViva 那個是FuroViva 這個可以選擇 這個事情 就是他在哪一件事情 就是因為他方向你 他怎麼能拼出 這個選擇 就是為了 你找到榮監 那是衝級的 而是わ是 還賣的 就是 你找到 就不應該 你找到 他 有的 這回出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